再来第三名的话是属于扁平骨盆 事实上扁平骨盆跟男性骨盆 这两种骨盆的形状都不 所以最容易生产的骨盆是 大家好,我是张伟德医师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传统的一个说法 女生的屁股大是不是比较好生养 这个观念不是完全正确的 屁股大可能是骨架大 然后脂肪量跟肌肉量少 也有可能是骨架大 脂肪量、肌肉量大 也有可能是骨架小 脂肪量大、肌肉量大 如果是骨架大的话 脂肪量不是那么多的话 那当然生产是比较顺利 如果是骨架小 脂肪量多 然后肌肉量也多的话 那这样子生产是不见得顺利 那产道的话相对比较狭窄 那小朋友也不见得容易顺利生产 那生产的因素的话 包括收缩的能力 妈妈生产力 那个如果生产力不足 比如说收缩不好 或者是妈妈不会用力的话 当然小朋友也不容易下来 再来也牵涉到 我们讲的一个股价大小的问题 如果股价太小 脂肪量多的话 小朋友不容易经过残道 那生产也不会顺利 还有就是一个小朋友胎儿的体重 在怀孕期间 妈妈的体重如果增加的太多 那小朋友体重太大 正常的话可能就不容易经过残道 一般比较适合的体重 大概落于2500公克到4000公克之间 大概4000公克左右 妈妈就不容易把小朋友给生下来 另外一个就是胎胃的问题 怀孕期间有可能胎胃不振 我们比较常遇到的可能就是臀胃 那现在胎胃不振的话 一般也没办法顺利生产 再来就是一个 妈妈生产当时的心情跟紧张程度 如果妈妈在怀孕期间 备孕期间就能够好好的配合 比如说训练一个拉美姿的呼吸法 或者是训练一个用力的方式 在生产的过程中能够配合医护人员 知道怎么正确的用力 那生产也会比较顺利 那我整合一下这个大致上影响到 生产顺利的顺序的话 包括生产的用力收缩能力 还有骨盆腔的大小 还有胎儿的大小 再来就是胎位是否是正的 或者是胎位不正 再来一个就是 妈妈生产那时候状态的一个配合度 跟紧张的情形 这些因素都是影响生产是否顺利的因素 大家看这边有四个类型的骨盆 女性骨盆的话 大概就是所有女生骨盆 比较常见的类型 它占的比例有50到60% 那边拼骨盆的话 它占的比例有25% 类人原型骨盆的话 它占的比例大概是13到18% 男性骨盆的话 它占的比例大概是1到3% 女性骨盆的话 我们知道小朋友要经过铲道的时候 它那个铲道的周围必须是比较换的 那要经过铲道的时候 它的有一个骨盆里面比较狭窄一个叫做骨极 它是一个做骨极的文件 在这个地方女性骨盆的话 它做骨极是比较短小的 还有就是在男性骨盆的话 它的做骨极是比较突出来的 就是男性骨盆跟女性骨盆 比较明显的差异性 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差异 叫做持骨宫 持骨宫的话 在女性骨盆的话 它要大于90度 在男性骨盆的话 它是小于70度 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差异性 持骨宫越小越窄的话 表示出口比较窄比较小 所以小朋友也不容易生产出来 所以最容易生产的骨盆是女性骨盆 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圆形 或者是一个横圆形 而且它的持骨宫比较宽 小朋友要生产出来的产道 比较宽比较容易产出 再来第二个容易生产的骨盆是 叫类人员骨盆 类人员骨盆的话 它的持骨宫也是比较窄一点点 可是它又比男性骨盆宽 它是前后镜、骨盆镜还有产 它的大小的话 事实上产照也是比较宽一点 适合小朋友通过 再来第三名的话 是属于点停骨盆 事实上点停骨盆跟男性骨盆 这两种骨盆的形状 都不太利于生产 因为有时候是出口过于狭窄 或者是点停骨盆的前后镜过于短小 小朋友连进入骨盆箱都有困难 所以不利生产的两种骨盆形是点停骨盆 跟男性骨盆 而适合生产的骨盆形是女性骨盆 跟类人员型骨盆 我们自己一般测量骨盆的话 我们可以用两个手插药的话摸到两侧的骨头 这两边凸起来的这就是我们的客骨 那我们要量这个两边的客骨的宽度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骨盆测量器 这个骨盆测量器的话 我们用这个领到两边客骨的顶端的地方 可以这个地方有一个刻度 可以告诉我们这两个客骨的距离 这一般的长度大概在23到28公分之间 那这就是我们入口的很近 那我们入口的前后镜的话 一般是量前面的尸骨 后面的尸骨 腰椎底部结的地方 也是用那个骨盆测量器 这样子做一个测量 顶到两边的话 它那个刻度 也可以显示出我们骨盆前后镜的一个距离 那这个距离的话 正常一般它的长度是在18到20公分 这个就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的一个自我检查 那在我们一般我们坐下来的时候 我们的屁股尾骨的地方坐在椅子上 顶到那两根骨头 那个叫做坐骨 有时候我们进去检查的时候 可以躺在床上 把我们的髋关节跟膝关节弯起来 弯起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请先生啊 或者是那个辅助者 用个拳头大概去量 我们两个坐骨的距离 一般坐骨的距离 大概是在8.5到9.5公分的一个距离 这就是我们的出口的一个痕迹 那女生如果要自我测量 她的屎骨峰的一个角度 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 女性骨盆的话 角度要大于90公分 所以可以用像我刚才讲的 女生横躺的 然后把脚弯起来 自己用手管抱着两边的大腿 然后用自己的大拇指的话 去比自己尺骨 就是大概是尿道口出来的地方 然后斜着自己外阴部的那个尺骨勾 去量你那个角度 一般男性的骨盆是小于70度 女性的骨盆是大于90度 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的出口的角度 是不是符合可以自然生产的一个角度 这个大概就是一个自我测量的方式 那如果到医院的话 医生可以使用阴道内的一个内进测量 他主要是从阴道进去测量 也是尺骨下进去 然后量到鼻骨的位置 那一般我们是用 食指跟大拇指进去量女生阴道的那个 到鼻骨集 然后从阴道尺骨下去抓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一般正常是 11.5到12公分 那一般会扣掉大概1.5公分 所以前后镜的话大概是11公分 那它的痕镜的话 医生进去检查阴道里面的话 他也会可以用这个内整的方式进去阴道 检查两边坐骨集的一个距离 坐骨集的话我们会先测右边或左边 然后再去评估它的一个距离 一般大概是在10公分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可以量出一个女性的骨盆的入口 跟一个出口的大小 是不是属于狭窄性的 或者是可以自然生产骨盆的结构 现代的人比较晚 所以他们的生活压力大 生活做起比较不正常 那有时候月经也比较不正常 所以生产小孩的受孕能力也比较强 所以在此我会建议 如果说想要有生育小朋友的夫妻们 可能男生要先去做一个精神的检查 女性朋友的话也要先去做一个 疏乱管的检查 因为在女性朋友 压力大或者是晚睡 中国做起不正常的情况之下 分泌率比较多 会有一些发炎的现象 自己并没有知觉 那在这种情况下 有时候会造成的一个疏乱管的阻塞 这时候你并不晓得 你的疏乱管是不通畅的 疏乱管如果是阻塞的话 经常振卵子 没办法碰面 就没办法形成瘦筋软 当然就不用这样能够受孕了 事实上 土盆的大小 生产这件事情 是可以交给专业的医师去做出 可是怀孕这件事情的话 可能就是需要夫妻共同来的 给现在的新闻的一些夫妻们一个建议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哦